2024年11月11日,大脚星人理事会,实现你们灵魂的目标,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欢迎你们探索目前地球上生命的各个面向。 你们不被服从于普遍的信念,即你们应该做某事或你们注定要在那里做某事,你们拥有比这更多的自由,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了所有出生前的合约和协议,让你们到达了真正准备好提升到第五维度的地方。 现在,当你们倾听那些小小的冲动,那些从你们内心获得灵感的想法时,你们就在追随你们灵魂的渴望。 正如你们可能会说的那样,这些并不是来自左边领域,它们来自你们的内心,你们的最深处,你们的灵魂方面,这是你们是谁的一个更完整和完全的方面。 因此,要完整地做你们自己,你们必须倾听那些冲动和想法,并遵循它们,而不是来到我们或其他通路实体面前问这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 我为什么来这里?我的使命是什么?它写在你们的生活经历中,因为你们的生活经历是为了推动你们在任何特定时间朝着最自然的方向发展的。 在这个特定的一生中,这很少是一件事,你们不会发现有那么多人进入一个行业并花费40或50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相反,你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的兴趣、爱好、职业跳来跳去,而这正是你们这一生应该给自己尽可能多的经历的原因。 所以,你们不必弄清楚你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永远留在这条轨道上。 相反,定期深入内心,检查并感受在任何一天的任何特定时刻对你们来说的冲动是什么,并请你们所能地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等待来自宇宙的邀请,但你们可能会得到迹象,你们可能会得到面包屑和同步性。 他们告诉你们,是的,你们是对的,朝那个方向移动,没关系,追随你们的幸福是安全的,有时你们会感到怀疑,这样你们就可以选择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件事。 你们看,也不一定是你们从小就知道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要探索这个领域的,透过一系列的经历,更了解什么对你们有吸引力,什么是你们想要的,让你们兴奋,照亮你们并带给你们最大的快乐。 到了70岁你们就会发现这一点,没关系,没有一种方式是你们都应该发现的,也没有一种方式是你们都应该发现这一点的。 你们内在拥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知道要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并且坚持下去。 如果你们需要对自己更有信心,请寻找其他人这样做的例子,保持积极的态度,请求宇宙为你们提供这些例子,为你们提供意识证据,证明你们可以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朝着你们寻求的方向前进,并且你们可以享受这样做的美妙经历。 这就是我们给你们的建议,这不是我们告诉你们必须做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会发现很多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11月11日,摩达拉的玛利亚,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传导Servaine Eidelott。 一者,扬声传导。 地球之子们,光明之子们,我向你们致敬,我是摩达拉的玛利亚,我了解你们的世界和你们以外的世界,我以极大的温柔看待与你们有关的当前时期,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痛苦。 我们今天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提醒你们人类经验的强度,对你们来说,这似乎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你们有时失去了神圣的感觉。 这会让你们掌控一切,源头之子们,听听我们的话,当你们想知道你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时,你们常常会走错路。 我说的是经常而不是总是,并不是事件决定了你们所有的情绪,而是你们的情绪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事件。 你们为自己吸引了一个与你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相匹配的未来,并且你们共同做到了这一点。 人类的力量在于,它在决定可能或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未来方面比其他王国拥有更大的权重。 在你们世界目前的经验领域,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们正处于大规模地球巨变的黎明。 确实,一个世纪以来,隐隐一直要求对地球进行管理。 但今天,只有当你们用恐惧和分离主义来喂养它们时,这些能量才能对你们起作用。 你们是人类,如果团结起来,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许多事情。 只要你们更加团结,就可以结束所有的磨难。 当然,更多的团结是不同民族的人类之间的团结, 但也要知道如何与你们自己的神圣方面相结合,与你们周围的无形长相结合。 它通过聚合和说来倾听你们的每一个想法。 团结也意味着与你们的国家,你们的民族团结起来,而不是试图过度改变它们,保留你们的语言和传统。 如果你们在它们出生的土地上,它们是宝贵的,否则,这个地方的能量会邀请你们改变, 与一个古老而强大的能量长,及这个地方的灵魂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你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风景和传统,使其美丽,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整体。 想想你们的身体,它不仅仅有手臂、腿或头发组成,每个器官都有其正确的位置,它是承载你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整体。 作为一个人,也许你们身体的某些部分是你们不喜欢的,但你们会放弃它们吗?可能不会,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无法移除不合适的脚趾或太旧的脸。 请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你们的世界仍然允许自己被那些寻求领土和对抗的人所统治,原因仅与兼容和权力有关。 这一切即将结束,是时候让古老的智慧在你们身上发挥作用了,而且它会的。 是什么时候呢?你们问我们这些问题,就好像我们住在你们的地球上,好像我们完全处于幻觉中,好像我们的思想比你们的更强大。 人类将决定何时我们正在确保和平与爱的到来尽快到达你们的世界,但正是你们将采取这些步骤,走向一个最终更人性化的世界。 这也许会涉及反抗,但真正的革命是良心的革命。 世界将经历内部和外部的创伤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会提醒人类团结起来是件好事。 你们的飞船地球选择了它自己的扬生,任何人类事件都不会阻止世界作为光体进行改革。 对于地球来说,用光覆盖其身体涉及结构变化,当然,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你们会看到自然灾害,而且它们会变得更糟。 这不仅是透过你们自己对地球的态度而发生,因为尽管内疚是对你们的领导者大规模屈服的武器,但地球有其规模可以数千年计算的进化周期, 而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周期的。 也许你们可能认为地球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很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 它希望将自己的能量带给所有希望与它一起发展和前进的人,不是在技术上进化,你们独自做到这一点,而是在意识上进化。 因为是的,未来的关键是意识,意识将使世界得以进化。 是的,有时意识需要进行全球进化测试,你们的银河兄弟守护着你们,同时,这进步也属于你们。 你们问自己,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领导者? 即使你们的领导目前正在欺骗取代他们的位置, 他们也只是因为相信你们是软弱和孤立的而取代了你们离开他们的位置。 在意识中前进也意味着认识到你们在不同的尺度上形成了一个整体。 夫妻、家人、朋友、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区、同一片大陆,最后是地球的居民。 请注意,在我的分组中,我没有提及宗教或种族,它不存在于统一的意识中。 宗教是工具,旨在引导你们去爱每一个人,而不是再次陷入权力战争。 形成一个整体意味着尽可能多地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团体。 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与家人、朋友或邻居一起,开始透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沟通来改变世界。 你们来到了一个很多规则都会改变的世界, 金钱很快就不再能够带来力量和权力,因为你们将创造一个更平衡的世界。 但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样本,在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城市、你们的地区。 我们知道,尽管影子现在出现了,但它已经不再具有力量了, 还需要几个月,也许几年才能看到整个地球的这种变化。 但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你们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来加速它, 或者慢慢地看着它并感叹它不会发生不够快。 亲爱的灵魂,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这样做, 我们会透过创建及时相遇所需的同步性来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存在于你们的心中和你们的夜晚,帮助你们,守护你们, 但请放弃相信只有你们才是正确的骄傲。 因为这是迈向战争的第一步,这种骄傲。 不要用你们自己的过错来助长这个世界的战争。 培养天国的价值观,勇气而不是恐惧,爱而不是恐惧, 宽恕而不是怨恨,团结而不是不和,信仰而不是永远的怀疑。 当然,这需要良好的意愿,但这个意愿是你们真正的自由意志。 不再站在那里说我别无选择,你们有一个选择, 但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对这个选择后果的恐惧, 个人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总的来说, 你们将能够移山并击败这个世界的暴君的力量。 这些暴君仍然假装是羔羊,而上帝的名字却让他们感到害怕, 不要害怕用心去行动, 这就是你们的世界所需要的, 我们将在那里并确保每个人在冥想、梦想或和平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愿爱成为你们的指引, 愿你们每一步的勇气都是和平战士的勇气, 祝福你们地球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